1974年11月13日,美国纽约州的一个小镇上发生了一桩惨案。一个荷兰执迷风格的房子里住着一家六口人,分别是父母、一对姐妹和一对兄弟。 但就在这天凌晨,大儿子用猎枪杀死了赎税中的亲人。警方很快就逮捕了凶手,但是在庭审期间,他始终坚称是受到了魔鬼的蛊惑才杀死了自己的家人。 不过法庭没有采信这个说法,最终判处他死刑。 时间大约过了一年,这栋房子迎来了一个新的住户,这是一家五口,夫妻两人带着两个儿子和一个小女儿。 卢斯夫妻一直都想买栋房子,但家里的人口比较多,再加上这一代的房价有点高,一直都没有找到新姨的房子,直到在报纸上看到了这条出售信息。 客观地说,这栋房子非常好,各方面的条件都远远地超过了预期。 夫妻两人也知道,这里曾发生过灭门惨案,但他们还是决定要买下这栋房子。 住下几天之后,一些怪异的事情开始陆续发生。 某天晚上,脸口子正在亲热的时候,丈夫乔治看到床前突然出现一个人影,一个小女孩吊在屋顶上,伸着舌头,就像是在上吊。 乔治吓得三条腿都软了。 老婆凯西扭头去看时,房子里空荡荡的,什么都没有。 其次是小女儿切尔西,最近变得有些奇怪,总是在自言自语,还说自己认识了一个叫朱棣的小朋友。 这种事情倒算不上奇怪,因为小孩子经常对着布娃娃说话,所以凯西并没有太当回事。 某天晚上,小儿子半夜上厕所的时候,发现水龙头里流出来的不是水,而是雪。 同样是在这天晚上,乔治醒来后,无意间往院子里看了一眼。 河边有个放船的房子,而小女儿居然在往屋顶上面爬。 乔治吓出了一身冷汗,急忙跑下去阻止,可是围着小屋子找了一圈,也没有找到女儿。 乔治以为是自己睡懵了,就准备回房间,可是抬头一看,发现小女儿正站在房间的窗口,身后还站着一个小女孩,正是那天晚上挂在屋顶上自杀的小女孩。 乔治吓出了一身冷汗,急忙冲进女儿的房间,却发现切尔西安安静静地躺在床上,正在睡觉,刚才的一切还是错觉。 从搬家之后,乔治的精神越来越差,妻子觉得她太操劳了,就特意安排了一次约会,还请了一个保姆照看三个孩子。 没想到的是,这个保姆把发生在这栋房子里的惨案当成了鬼故事,绘声绘色地讲给这三个孩子听,而故事刚讲完,怪事就发生了。 保姆被一股神秘的力量推进衣柜里,还上了锁,灯光一闪一闪的,保姆扭头一看,发现身后站着一个小女孩, 脑门上还有个猎枪打的洞。 等乔治夫妻赶回家里时,保姆已经吓得神志不清了。 从这一天开始,乔治的性情大变,变得暴躁易怒,精神上有些恍惚, 经常因为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大发脾气。 这天晚上,乔治躺在浴缸里泡澡时,似乎又出现了幻觉。 有一双手从水里伸出来,抱着她的腰,按着她的头往水里面拉。 乔治拼命地挣扎,马上就要窒息了,幸好妻子及时赶到,把她从水里拉了上来。 第二天,妻子带着乔治去看医生,经过一番检查,发现她的身体机能都很健康。 而医生怀疑她的精神可能有问题,建议她去看看心理医生。 一波未平,一波幼气。 夫妻两人刚从医院里回来,却惊恐地发现小女儿爬上了屋顶,正沿着窄窄的屋檐走动。 稍不留神掉下去,小命就没有了。 当妈的匆匆忙忙地爬上屋顶去追,当爹地在下面接应。 好在有惊无险,成功地把小女儿救了下来。 这起风波之后,乔治愈发没有耐心了,索性一个人搬到地下室里去住。 凯西隐隐觉得这栋房子有问题,它可能是导致一切问题的根源。 于是找到教会向一个神父求救。 第二天,神父来到家里,她进门就看到一件诡异的事情。 小女儿怀里抱着的布娃娃是上户人家的女儿最喜欢的玩具,早就跟着一起下葬了。 现如今,她却诡异地出现在这栋房子里。 提醒完毕,神父穿戴整齐后,就准备施法布道。 可就在此时,通风口里飞出来一群又一群的苍蝇,对神父展开了疯狂的攻击。 神父抵挡不住,吓得落荒而逃。 凯西吓得惶恐不安,去图书馆钓鱼了当年的新闻报道,越看越心惊。 家里发生的一切和当初那家人的遭遇非常地相似。 此外,她还发现一个秘密。 这栋房子的前身是一个囚禁所,有人在地下室里虐待屠杀印第安人。 这里寄居着很多阴魂不散的亡灵。 弄明白真相之后,凯西匆匆忙忙地赶回家,想劝出丈夫赶紧带着家人离开这里。 但是乔治已经被鬼魂控制了,他亲手打造了几幅棺材,准备付诸行动,把一家四口都装进去。 一家五口里里外外地折腾起来,凯西带着孩子四处逃窜,乔治拿着斧子在后面紧追不放。 凯西带着几个孩子,根本应付不过来。 追了一会儿,乔治似乎有些清醒了,恢复了一点意识。 他让妻子赶紧杀了自己,以免悲剧再次发生。 而凯西并没有下手,而是打晕了丈夫。 然后在几个孩子的帮助下,把丈夫搬上小船,连夜逃离了这栋房子。 从此以后,再也没敢回去。 本集故事改编自电影《鬼哭神嚎》,这部电影最早上映于1979年,在2005年又翻拍了一次。 由死士的扮演者小健健担任男主角,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看一下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